全堂诗卷39119 至酒行 礼贺 凌落西池一杯酒 主人奉商客长寿 主妇西游困不归 家人折断门前柳 无闻马舟西座新风客 天荒地老无人时 空江肩上两行书 执犯龙颜请恩泽 我有迷魂昭不得 雄鸡一生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拿云 谁念悠寒作乌恶 全堂诗卷39119 至酒行 礼贺 凌落西池一杯酒 主人奉商客长寿 主妇西游困不归 家人折断门前柳 无闻马舟西座新风客 天荒地老无人时 空江肩上两行书 执犯龙颜请恩泽 我有迷魂昭不得 雄鸡一生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拿云 谁念悠寒作乌恶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我潦倒穷困 漂泊落魄 唯有借酒浇愁 主人持酒相劝 相助身体健康 当年主妇隐向西入关 资用匮乏 滞留异乡 家人思念折断了门前柳树 我听说马舟客居新风之时 天荒地老无人赏识 一直被冷落好久 他们都凭借纸上几行揍章 直接向皇帝禁言 博得了皇帝垂青 我有迷失的魂魄无法召回 但我深信 雄鸡一叫 天下必大亮 年轻人胸中应当有凌云壮志 谁会临心里困顿独处 哀声叹气呢 此诗当作于唐献宗元和四年 公元809年 冬至日 元和初年 李赫带着刚刚踏入社会的少年热情 满怀希望打算迎接近视科举考试 不料竟被人以避讳他父亲 尽速的名位为理由 剥夺了考试资格 在科举受阻后 李赫困守长安写下了这首诗 李赫 唐代诗人 自长吉 福昌人 唐皇室远之 家室早已没落 生活困顿 仕途淹色 从官凤 凤里郎 因必加惠 被迫不得应 进士科考试 早岁及公师 死时仅二十七岁 其擅长与岳父 多表现政治上不得意的悲愤 善于荣住词彩 持诚想象 运用神话传说 创造出新奇规律的诗境 在史史上独处一致 被称为理常吉体 有些作品 情调阴郁低沉 语言过于雕琢 它被后世称为诗鬼 其实被称为 鬼仙之词 或理常吉体 有 昌古吉 我有 迷魂昭不得 雄击一生 天下白 各位